大家好我是拖尼兔兔兔记 这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次公厕当中 玩这个死灵的一个整体的感受啊 这个死灵号呢 是我在13号上午起的 然后包括这个过阻线升到20几亿 然后简单的刷了几个副本啊 然后去主要是为了调试这个build 完善这个build 然后用时大概是在4小时左右 然后在那个4个小时里边 这个整个那个体验呢 是跟之前有了一些变化 这个复生海骨这个技能 他现在招出来的骷髅也好 还有这个骷髅法师 这个确实是比之前脆弱很多 然后这个整体这个游玩的感受呢 就跟之前公厕其实就不太一样 然后这里呢 我跟大家也说明一下 这个游戏在去年封册的时候呢 他这个骷髅还有这个骷髅法师的强度 就是一般 然后在今年3月份的公厕呢 是得到了加强 然后骷髅还有骷髅法师是非常强 打起来那个感觉就像 你这个召喚物就顶上一个这个野蛮人或者是一个德鲁伊的这个强度 然后在这次测试里边呢 他又把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个回调 有人说这个死灵可能是不是废了 被凯废了 然后这个死灵我是不是就不能玩了 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拉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正确去理解啊 对于这个安黑4这种 他是需要持续性服务的游戏 职业的调整 他是会一直持续的 他会一直去调的 所以这个东西每次调整之后啊 你都要去正确的看待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真正是喜欢死灵这个职业的话 而不是说单纯 我就寻寻求一个最强职业 哪个职业强我玩哪个 如果你只是喜欢死灵这个职业的话 我觉得死灵还是可以玩的 但是你需要调整一种思路 然后去玩的 然后这边这个加点呢 大概的这个加点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跟大家分享过了 然后这期呢 跟大家说一个稍微细致一点的 基础这边就是把这个这条线点出来 然后为的就是要多产生这个王海 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造尸的时候 这个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尸体 走这个路线 然后这个呢 也可以增加我们这个伤害减免 然后这一套呢 它是属于偏攻击范围比较近 给大家砍两刀 攻击范围比较近啊 而且很帅 然后这一套呢 配合这个核心 这个血流 你看这个血泳这个攻击范围 就是在搭配技能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这个攻击范围 也要比较相配 这样你打的才比较舒服 然后这边呢 走到这个这个方向 把这个健康状态下 血泳五次会产生一个鸭子点出来 然后这边呢 是把这个点出来 然后这个技能实际上是比上次 这个是要加强了 这个消耗比之前低了 低了6% 所以在有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点上啊 很细节的东西 他也挑了 但是呢 他都没有在发布会或者蓝帖里边提到 他都是偷偷的给你改 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 但实际上很重要 左改一下 右改一下 你这个整体玩这样的这个体验 你就不一样 所以说死灵也不是单纯的 就是全啊 我就把召唤物给你砍了 死豹给你砍了 这个砍了 那砍了 全砍 实际上不是啊 他也偷偷的在有些地方进行平衡 这边呢 要把血雾点一点 然后我这个是因为装备带来 所以说这边我就没有点 然后这边要走这个 因为我血雾这边的技能是装备带来的 所以说在技能点上 我有额外的一个点数 我就点到了这个可证铁处女 就是击杀可以给这个角色回血 这边的强化铁处女是必点的 你释放诅咒吧 然后可以恢复你这个惊魂 然后一会我再去打给大家演示 现在先把这套东西先说完 然后这边呢 是点这个扩罗法师伤害和生命 然后这个是增加我们这个单体伤害 可以看到我这一套里边都没有 这个跟这个战士精通相关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他刺掉 然后去获得这个15的非物理抗性 非物理抗性 就是跟我们这个比较偏近战攻击范围的 这个整个的这套战斗模式 就比较贴近 基础技能也是近战 然后核心技能 也是偏近战范围 然后物理抗性也是跟近战相比较搭配 然后法师这边呢 带这个法师这边呢 带这个冰霜法师 位置是要回这个两点进口 然后这个呢 其实如果再往下走的话 我们可以走这个 可以走这个白骨去牺牲这个 但是很可惜 他这回只到20级 所以说这个边我们是拿不到的 然后之前在那个封设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玩的 封设的时候 是我是把这边牺牲了 然后这边我带裤箱 然后现在呢 就是有了一些变化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随着这个版本的调整 这个技能的调整 你会可以不断去调整你的bue的 不是说这个职业 他一调了就就就不能玩 一调就不能玩 不是的啊 这个你这个玩法 思路都是要不停的变 然后装备这边也稍微说一下 这套玩法 对于这个装备的需求呢 不是很高 然后我在上期视频里边 也给大家介绍过 他的这个核心威能呢 在一个这个副本里边 你完成之后是必给你的 所以说你不需要去花很多时间 去特意去刷这个东西 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bue的呢 它是比较实用的 你在这个副本 在这个寒霜之末 就是你把这个副本打完 给你一个这个传奇威能 就是这个 月勇的新星短暂延迟时候再爆发 就是现在这个效果 就是棒棒两下 然后拿到这个之后 你找一把比较不错的武器 给它附上 然后这样的话 你的新星 也会爆两次 这样你这个核心的威能就拿到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就去干就完了 然后现在我去稍微打一下 打的时候呢 有一些技巧 我先说第一种啊 第一种就是打的时候 就简单粗暴 不需要什么技巧 就最简单的 就是只要有手 就能就能用的那种 看着怪了 怎么找 第一步 先上这个诅咒 找多点 先诅咒 完了就 就新星 咱这又刷怪了 诅咒 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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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属于是最最无脑的一种打法 最无脑 就是诅咒 新星 诅咒 新星 然后没有能量的就卡 就卡 然后再新星 然后稍微细致一点的 讲究一点的怎么打 这样 打怪的时候有尸体 打怪的时候有尸体的话 用你这个副神 加强你这个 骷髅法式 这个是第一个细节 第二个细节是 先用新星 先用新星 然后 这能量不是不满吗 朝怪堆里边 扔一个诅咒 然后把能量 先扔诅咒 能量 然后再打关 消除 消除 有法术 就是先把能量消耗了 然后呢 再用主动去回能量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这个资源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状态 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边这个复活这个CD 你看他这个这个buff快到快没了 再招 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可以对你一个整体这个战斗的这个战斗力再进行一些优化 这是细节上 然后如果说细节这方面要是实在怎么明白的啊 你都想玩死灵了 我就想无脑一点 那你就用我刚才告诉你第一种的最简单的方法 看着就诅咒 无脑诅咒 无脑兴兴 没能量的就卡 有能量的就炸 然后这就是死灵的大概的一个状态 结尾再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那个掉单手剑掉这个单手剑那个怪物还还还还会掉这个武器啊 这个是一个等级比较高的一个武器啊 而且这个武器很好看啊 给大家装备上看一下 并且这个剑现在是可以分解的 然后获得个幻化的外观了 这个在上一次测试不可以 在这一次测试的 我看他那个在城镇铁匠那是显示 可以分解并获得幻化外观 然后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你就记住你这个城镇 组成 看着没 基奥瓦萨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轴 就在这个位置 我的手这个位置啊 就在这 然后这个世界boss稍微说一下 世界boss是从14号的凌晨零点 然后每三小时刷一个 一共刷9一直到15号的凌晨零点 最后一个 然后15号的凌晨三点服务器关闭 这次测试呢 把一个角色升到20级 然后去打一个世界boss 你就能获得那个成就 你就能获得那个奖励 然后这次这个算是这次测试的一个奖励吧 就是参加这次测试 如果你想拿到那个做齐 那个幻化物品的话 那你就去把这两个事做了啊 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也不在意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那随便玩一玩就行了 至于刷装备啊什么玩的 我觉得就是 哎看情况嘛 这个东西两天之后就三档 就是愿意刷也可以刷一刷 要不愿意刷 也可以试玩一下别的职业 玩一玩什么德鲁伊啥的 行了 那本期就先跟大家聊这些内容 然后这期视频做的也是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仓促 然后这两天我时间也比较少 关于这次测试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整体体验呢 还有一些其他职业一些变动 后续我再出一个更详细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 那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 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托尼透渡机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